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个小技巧 之前的视频介绍了 如何在Google Colab上运行Stable Diffusion 这样可以在云端使用高端的服务器和显卡 但是有一个问题 云端安装的Stable Diffusion 它内置的模型就只有一个 如果我们想要安装新的模型 那该怎么办呢 一个办法就是 可以从CV的AI网站上下载下来模型 然后从本地上传到Google Drive上去 但是一般的Plan上传的速度会非常慢 我的这个环境 一个2G的模型上传要4个小时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将模型直接从CV的AI网站 下载到Google Drive上面呢 下面我就来演示一下详细的步骤 打开Google Drive 这个文件就是每次运行Google Colab的 Stable Diffusion的脚本 打开这个脚本 OK 将鼠标滑动到这个边框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加扣的 点这个加扣的 Copy这几行代码 好 下面点击运行 它就会连接到你的Google Drive Connect to Google Drive 选择一个账号 然后这里点击Allow 好 这样的话就连接到Google Drive上面了 然后再将鼠标滑到这个边框的边缘 再点击加扣的 拷费一个命令进来 分号前面这一部分就是你要将模型下载到哪一个目录里面 这个Drive要和这个Drive相匹配 然后下面这就是Stable Diffusion的主目录 这个就是Stable Diffusion的主目录 然后模型在Models Stable Diffusion里面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链接来验证一下 这个目录是不是有效的 这个就是这目录下面我已经下载好的的模型 然后命令的这一部分就是你要下载的模型 下面我们到CV的AI网站 Frame Shaper 比如说我想下载这个模型 那么右键点击Copy Link Address 将这个地址Ctrl V复制过来 这个就是你要下载的模型 然后点击运行 Continue Anyway 它这个速度非常快 五个镜的模型大概只有不到两分钟就下载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新下载下来的Dream Shaper模型